都這麼多年了,你們還找我太太做 最近發生了一宗凶殺案 死者的面部被刀割了兩個交叉 情況是跟你太太梁翠衡女士 當年遇害的情況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請她提供一些線索 她已經失蹤了很多年了 二十九年來,你一直沒有她的消息? 沒有,一直沒有跟她聯絡過 都說沒有了 那個妹妹很可愛,是誰? 我孫女 你會把孫女的照片印在水杯上 你一定是一個很疼家,保重遲家庭的人 你太太遇害受傷之後還失蹤了 你不像是由她二十幾年來 都陰信全無下 等我來 受害人被人用刀襲擊臉的時候 曾經用手擋刀,左手虎口位受傷 影響了手部活動能力 我來等一會,你先回去吧 不好意思,我想跟你聊幾句 她剛來三個月,她什麼都不知道 朱先生,我們懷疑你太太當年遇到的 不是強姦犯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變態殺手 事情已經搞了這麼久了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朱先生,我想你也有些印象 當年你太太出事的地點 是元朗大田吼村 現在前一年,大田吼村有一間杜狗 發生了一宗傷私命話 當中的女死者都是被人毀用 而又被人殺的 如果你太太當年遇到的是同一個人 在今天,這個人依然在犯案 不過,因為她剛殺死另一個女人 那又怎麼樣?也與我無關 你太太幸運,撿回一條命 但其他受害者就無辜慘死 難道你忍心看著這個變態殺手 繼續到處害人,逍遙法外嗎? 你也有個很可愛的孫女 你也不想這些慘劇 發生在其他女性身上 如果她找到你太太出來 她提供的線索 可能會幫我們找到兇手出來 為了其他人 為了幫你自己拿回公道 朱先生,我求求你 我還在這裡 這麼多年來,我都真的很辛苦 我不想想回那件事 很想很想忘記它,但我做不到 只要抓到兇手 你才能真正安心下來 所以希望你真的幫到我們 你儘管問吧 雖然事隔這麼多年 但希望你可以盡量想回 當年案發時候的經過 那次,我真的死過翻山了 那天我去探望我姑媽 你姑媽就是住在元朗大田幼村? 是 我還在這裡吃完飯才離開 一個人走出村口 想要搭回小巴出市區 但我走著走著 突然有個男人撲出來 還強行抓了一個懷草蟲 你放過我吧,你要錢而已 我全都給你 我走著 幸好被我抓到燒烤叉 撿到她的後腰 這樣她才追不到我 我總算撿回一條命 但我發現了一隻手,臉就弄成這樣 那個雙人真是變態 雖然你看不見她的樣子 但你還記得她有什麼特徵嗎 那個雙人戴著帽子,還有眼鏡 大概三十多歲,五尺八九吋高 我記得她的腳瓜是布滿青根,很恐怖 你說你去探姑媽 你跟那條村的人熟不熟嗎? 不熟,那天是我姑媽不舒服 我才去探望她 我一年都去不了一次半次 那你之前有沒有得罪過的人 又或者有沒有跟人爭執過? 我平時連跟人說話大聲一點也不會 又怎會跟人爭執善? 不熟,不過那天我真的說過一個年輕人 你幹嘛找蛇來嚇小孩? 你知不知道小孩很容易被蛇咬傷? 你自己也危險,你知不知道? 小朋友,你找蛇嚇人是不對的 你以後就不好,知不知道? 我記得我媽媽那天 都在村口罵那個小孩 女性 元朗大田咬村 白色指甲油 鴨屎綠高爭鞋 圈住的是兇手行兇犯案時的特定標記 如果我們戒定兇手是心理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從他行兇對象的類型 犯案的手法,其實推斷他是一個什麼人 兇徒也有可能童年時期 曾經被女人虐待過 又或者曾經有女人 令他有個不愉快的經歷 所以他長大之後很討厭女性 尤其是有三十多歲的女人 特別是手指甲上又有白色甲油 這種人從童年開始已經會有暴力傾向 將他打架,或者是對毒物殘忍虐待 兇手在1981至1982年 犯案時年紀大約是35歲 假如他是殺依法的兇手 他現在的年紀應該是65、5歲 所以我們要找的目標 是一個大約65歲的男人 梁翠嫻的口供提到 他用燒蝦叉刺刺傷兇手的後腰 令他受傷不能下手 這個又可能是兇手 時間多年不會再犯案的原因 如果這麼說 這個人可能因為受傷變成傷殘 行動不便也不奇怪 行動不便加上已經65歲 會不會還有能力再生? 其實我們不排除 三十年後今天行兇者是另有其人 梁翠嫻說他沒得罪過人 唯一就是案發當日 他在村口罵過一個小孩 那個媽媽,Mandy媽媽 也在案發當日在村口罵過一個小孩 很可能是有人 對這個小孩被塗著白色指甲油的女人罵 特別生氣,所以動了殺機 而這個人和那個小孩 可能是有親密的關係 例如是父子 你認為三十年後的兇手是這個小孩? 不怪的,有一位研究心理變態 人格的專家曾經做過分析 心理變態是有遺傳的 如果爸爸用一個罐殘忍的手法殺人 兒子也有可能做出相同的變態行為 Mandy,在你印象中 你媽媽罵那個小孩是多少歲? 小朋友,你找蛇客人是不對的 你以後不好,知道嗎? 大概七、八歲左右 梁卓行在口供裡提過 他當時說過那個小孩 他的年紀當時是七至八歲 現在應該是三十七至三十八歲 好,一於鎖定大田勾村 我們要找出一個 三十七至三十八歲的男人 另外一個小腿上面 明顯有很粗腳筋突出 患有植物曲張的六十五歲男人 他可能還會是行動不便 是,先生… 胸吋真烈,燙住你 可以…這些雞蛋的人真超香 你真是果然沒有介紹錯 現在才是嗎? 香港,極大吃,喝勁樂 招繞好去 Wild Nings 之所以 kita經典如此足夠 好奇 那第一站,不過志向雞蛋先給我五粒聲 五粒聲?五粒聲 但我很乖,還做了功課 我上網看到香港十大旅遊好去處 真的? 你去的地方有很多貨山岩看 一定要去的,我把連結給你 你一定要陪我看 收到了嗎? 好 好了…現在你想去郊遊 還是要吃好東西呢? 我要去元朗吃豆腐 不過聽說我很有名的,不好意思 你去元朗不只是想吃豆腐吧 那麼簡單的 那是什麼? 又想扮CSI,又想查案 你了解我一半而已 一半? 我真的很想吃豆腐花 可否順便進大田藥村了解一下 我完全沒有了解 你快點吃豆腐花 我們都在找你 我喜歡你 你快點吃豆腐花 我喜歡你 我們喜歡你 你喜歡你